Hello,大家好,我是Eason 今天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给你的鱼缸拍一个漂亮的照片或者是视频 那我们首先会需要运到一个就是我们的滤镜 来滤掉我们这些蓝光 我身边现在有三种不同的滤镜 那我今天来给大家做一个测评 给大家分析一下哪一款更加适合你的需求 好,我手上这个现在是PolyLab 然后它这个盖子拿掉之后 就是它的这个镜框 然后它的镜片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小盒子 做一个保护 这一点还是挺细节的 那看一下它的镜片 这一个是它的V2 Plus V2加 是这样一个有一点黄色偏橘色的一个镜片 那还有一块我们看一下 还有一块是偏橘色的 这个是15000K的镜片 OK,所以这就是PolyLab的大概一个构造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COVE COVE同样有一个这样的盖子 这个盖子我觉得是挺好的一个设计 因为这样的话能很好的保护我们的镜片 然后不会有脏东西跑上去 OK,那我们看一下它的镜片 同样的也是螺纹的设计可以叠加 那第一片是15000K的 那第二片我们看一下 第二片是20000K 那这个跟刚才PolyLab就不一样了 PolyLab同样有一个15000K的 然后另外一块是V2加 那一片会偏橘黄色一点 但这一片的话就偏黄色了 如果这个时候你的鱼缸有白灯状态 那我会考虑用15000K的先试一下 然后如果效果不是很真实的话 我再换成20000K的来看一下 看哪个比较真实一点 但如果是全蓝状态 我会考虑用这两个滤镜叠加 这样的话拍出来的效果 会更接近于我们亲眼所看到的 OK,我很喜欢PolyLab跟 这个Cove的这样一个大金框的设计 这样的话我们基本上 大部分的手机都可以 使用到这样的一个夹子 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这一款是我最早的一个滤镜 同样的它也是有一个15000K 还有一个20000K 那我们这样看的话 跟刚才Cove的 从这个外观来看 颜色是几乎一样的 我们一会儿在鱼缸上做测试 然后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区别 好,接下来它这个夹子 那这个夹子的话 这里就稍微有点设计缺陷了 然后可能不是特别的百搭 因为它这样的一个相机镜头的设计的话 不是适合所有的手机的 所以像刚才前两款 它们这个大金框的话 基本上可以符合市面上所有的手机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盒子里还有什么 这是一个渐变的黄 渐变色的黄色 然后这是一个渐变色的橙色 大家可以看一半橙色一半是透明的 这一块有点像ND滤镜 像太阳镜样的效果 这个也没什么用 然后它有一块这样的微距镜片 这个镜片用来拍一些珊瑚的特写还是不错的 它能把它放的比较大一些 好,那整体来说的话 这一款我最早拥有的滤镜 它的这个15000K跟20000K的 是我们用的最多的两片镜片 然后它多了一块这样可以拍微距的镜片 这个也是挺不错的 那它的缺点呢 就是背后这一块相机镜头的位置 有点太小了 好,现在我是在用COVE这个滤镜 在录制我们现在这个视频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滤镜戴上之后 其实还原度还挺高的 然后我现在这个鱼缸的曝光度 因为我现在自动嘛 然后戴上滤镜它曝光度会比实际鱼缸 我亲眼看的会稍微亮一点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调整曝光 然后来接近我们亲眼看的效果 OK,我把曝光调低烈点 现在就基本跟我亲眼看到的是一样的效果了 整体来说这个显色啊清晰度都挺好的 OK,现在是Polylab的两片滤镜叠加效果 好,忘了说了刚才我是用的COVE的两片滤镜的叠加 一个15000K加20000K的叠加在一起 那现在我用的是Polylab的两片叠加 然后持这样的效果 那我把一片拿掉 剩一个15000的在上面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拿掉了它上面的这一片叫V2 V2加这一片 然后剩下的是15000K的 那整体看出来就能看出这个蓝光没有完全被滤掉 整个效果就还是挺蓝的 进去里看一下 那我们再戴上刚才的COVE 现在我用的是COVE15000K加20000K叠加效果 那我拿掉上面这一块 上面这块是15000K的 看看 OK,这块拿掉的话 效果就不够了 蓝光过滤不够 我们再戴上 这样就非常舒服 然后珊瑚该体现的颜色都被显现出来了 好,我再换上刚才Polylab的 我们再对比一下现在是只有Polylab的15000K 大家可以看到 过滤掉的蓝光其实不是特别够 所以我们整体看着偏蓝 OK,现在是Polylab V2 单个晶片 这个就有点魔幻了 这个看着就比较假了 但是确实好看 不得不说确实好看 大部分的这些网店 就像我们这边加拿大大部分的网店 他们其实拍出来照片 基本就是这种效果 他们拍的基本就是这种效果 就是用了一片的V2 然后加上全蓝光 所以这个珊瑚的颜色就更炸了 确实好看 但不是特别特别真实 我们再换回Cove 最后一次比较 OK 现在就自然一些 虽然某些颜色 还是被凸显的比较明显 比如说这一个 这个它的红色 被凸显的稍微再深一点 然后其他的基本上都接近于我们肉眼所看的颜色 好 我现在用的是我最早的一款滤镜 也是15000K加20000K的 这个是我当在淘宝买的 现在好像已经找不到这一款了 让大家看一下现在这个效果 由于我是全蓝模式 所以一定要用两块叠加 这样的话拍出来效果会更加好一些 如果你的LED灯 还有白色的灯亮着的话 你可以选择性的用15000K或者20000K 那就根据你自己当时这个白灯的情况 你自己尝试一下 用哪一块拍出来效果更真实一些 好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可以通过这个视频 找到一些有用的信息 然后呢可以去把你们的鱼缸也拍的美美的 这样的话可以更好地去分享给你们的朋友 然后拉他们下海 还没有关注我的朋友 赶紧按下关注键 然后给我点个赞 同时呢转发我的视频给你的朋友们 把我们这个美好的爱好分享给你周边的朋友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